各位今天下午好 我在这准备的这个材料 可能你先拿到手里已经简单的过了一过了 我第一个需要问的问题就是 在座各位是海淀区的还是西城区的对 海淀都是海淀的吗 你是东城的 好那我们就两种教材了 你在哪里是 二宗 二宗也用人教板 嗯二宗有这么大档子 居然敢公然对抗东城区的行政命令 好我为你们二宗教好 二宗的学生有很多初中毕业以后考到四中去了 可能你有一些同学就算了就在我手里混汤了 因为从二中啊从五中啊 东城这本来的是比较多的 其他同学基本都用人教板是吧 二宗这位也是 那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 因为我在西城 辞聋用的书呢也是人教板的 我们可能背课或者讲课的这个基本的就指导方针是一样的 那么在做文科生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已经做了半年的文科生了 已经把必修一二三基本学完了 你们认为这个文科生的必修课本应该是怎样一个宏观结构 有没有老师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在底下花过这个功夫 跳出这三个课本之外 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俯瞰必修一二三 因为我们的摄像机可能 因为我这挂着一个一个麦克风 所以我的话都能录进去 你们的话如果不大声的嚎出来 恐怕就入不进去 我想走近一点问问 你们觉得必修一二三是怎样一个编排顺序 我们知道必修一是什么 政治制度对吧 必修二经济结构 必修三思想文化 好就这三样政治经济思想 你觉得这个顺序这么排行不行 这么排够马克思吗 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必修一和三是上层建筑对吧 好必修一和三作为上层建筑能完全分开吗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开篇必修一第一单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吧 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那么支撑这个政治制度的思想是什么 在必修三里是什么 支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有哪些 因为必修三可能同学们刚学完对吧 那你来大概排吧 有哪些思想学派是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你说人也行 你说学派 法家 法家全包括吧 法家基本上都支持这个对吧 所以他们在春秋战国这个阶段 尤其在战国掀起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 这些变法改革都是适应封建制度建立 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对吧 好这是一个 还有没有 法家后来被做掉了 华家加上一个注解 新华家 新到什么程度 哪一个或者谁改造过的儒家 邓仲书 邓仲书的儒家是杂柔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儒家 对吗 那么其中对法家某些理论的这种吸收借鉴应该说是本质性的这种结合 所以汉朝汉武帝在吸收了这样的一个新儒家之后 他给人的一个印象叫外儒而内法 我们今天反过头去把汉武帝跟哪一位古代皇帝相提兵分 我们经常说的叫秦皇汉武对吧 秦皇典型是哪一家的 是法家的 而汉武不典型 非典型的法家 他外貌是儒家 说的都是儒家的话 但是这个儒家已经杂柔了 法家和道家 还有思想家 这个阴阳家在里边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要想去 你发现必修一跟必修三经常得搁在一块讲吧 如果我们按照课本编排的顺序 上来先把制度光拽过去了 然后把经济说了 最后再说思想 你会发现不利于你整体的历史思维的形成 换言之 咱们说最俗的 为了高考 将来到高三 你要答一道题 需要你从政治经济思想几个角度去答的时候 你可能会丢点 对吧 因为你想不到这几块东西居然是一块的 那么把它学通就是必须的了 就算是在政治里面 经济里面 思想文化里面 它的知识与知识之间 时代与时代之间 国别与国别之间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如果不能把这个联系 仔仔细细的给它理出来 不能把这种 事物之间的普遍作用 给它弄明白 学起来就很费劲了 历史往往给人一种很绝望的感觉 就越学 越觉得学不下去了 东西太多 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现在这六本书的知识量 大概是过去那五本书的 一半到三分之二 就删了相当大的一批了 原来那能更变态 原来那背书都能把人背死的 现在你们已经很幸福了 但是呢 幸福的问题在于 第一还是很多 第二 有些东西删的 伤筋动骨了 他让你把一条线索给删的 七零八岁 这样反而不利于你记忆 号称叫减负 实际上 按数学观点说 减负等于加证 越减负担越重 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希望帮助同学们 在必修一二三 已经学过的基础上 我用了一些表格图示 我们来看看 这些内在的联系 我在讲的时候 不会拘泥于必修一二三 我会跳着讲 挑着讲 明白的意思吗 在这个材料发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拿回家去自己再全面的去跟着你的书来总结 但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会挑一部分东西 来跟同学们进行分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给我相应的回应 这个回应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要是讲的比较入神了 我可能就飞出十万八千里之外了 我得看清楚你听明白没有 你要是有问题 随时举手 咱们是小班 小班没关系 好处就在于高中生的水平 研究生的待遇 你随时举手打断我 我们都可以停下来 一起来聊聊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这个体系还是按照必修一二三的结构来的是吧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 必修一叫政治文明历程 首先的题目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一个词叫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吧 它是中国自有国家以来就这样吗 在它之前是什么 我们这表说写了吧 夏商与西州 东东分两段春秋和战国 如果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起自于战国的话 我们可以把春秋之前 叫做中国上古的这个时代 对吧 上古时代 原始社会我们不说了 那会没有国家 也谈不上什么像样的政治制度 我们从夏朝开始说 在这需要你记住的东西是什么 夏朝在历史上还没有被确认呢 夏朝只是一个推测 目前我们这个推测 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 这个在世界历史学界还没有被接受 还缺乏相应的证据 目前我们已经明确得到世界公认的文明史的开端 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 所以在这下朝这我们顶多记一个词就是世袭制 我们常说叫与传子 家天下对吧 那么家天下就意味着 复死而子继 胸中而地极 这十个字能记住吧 他就是把天下作为一家一性之私产 在家族内部来传了 这叫世袭 对王或者君这种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来讲 我们把这个字叫世袭 后面还有一种就是百官 各种官职 有很多也是世袭的 这个世袭制 我们把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世官制 大家可以把这个词标注在边上 其实就是世袭制 但是呢 我们把它当作人物百官的一个世袭 你能有现成的例子告诉我吗 你知道哪一个人物是世袭的 哪一个官职 学历史里有一位著名的大师级的人物叫司马迁 司马迁的职务是什么 叫太史令对吧 他跟你也有人把他叫太史公对吧 史记的原称叫太史公书 他爸爸叫司马坛 就是太史令 所以史官在过去就有这种世官的感觉 不是说他不可以换 史官是可以换的 但是通常情况下 这种父死子记胸中地极的事情在某些官职里面是常见的 好 那么我们不管他是世袭制还是世官制 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里面 各级的这种领导人 各级的这种官员 他们是靠什么来传承自己这个位置的 在世袭或世官这里面是靠什么来传承的 你要去想父死子记胸中地极 父子与兄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血缘关系 非常好 他们按照血缘的关系来传承自己的职位 对吗 好 我们不做过多的评判 大家可以想一想 血缘这玩意儿靠得住靠不住 比如说你爸爸是皇上 你就是天生的皇上 你要过日呢 你爸爸是太史令 你就是潜在的太史令 你要喜欢物理呢 这当你成为科学家吗 你非得学文不可是吧 有些时候你知道血缘并不必然保证 这个二代三代适合于这个职位吧 对吗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把这种东西给废掉了 我们现在比如说国家公务员用什么方式来来做国家公务员 有一个考试对吧 这个东西应该脱胎于什么制度呢 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吏 科举制对不对 那么科举制取代士官制或者取代一切以血缘为传承纽带的这种选官制度 是一个历史的天空 创举 创举就不一定是好词 根治主义中央集圈它也是一个创举 历史的变革还是中性的 进步啊 一定有你的观点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对吗 好 我们不许多说它了 我们回到这来看 根治这个 西州的制度 夏商主要是这个世习社官是吧 西州有开创性的地位 因为它有几个重要的制度 从政治上来说 一个叫丰丰制 一个叫宗法制对吧 丰丰制与宗法制是什么关系呢 对这八个字在 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可基本上也没说 你想想看 什么叫互为表里 什么叫相互依存 要跟你较真的话 相互依存就意味着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吧 那丰丰制在什么时候就被废了 至少在秦朝就 废丰丰行郡县了吧 往前说到秦国 就有废分封行县制了 对不对 宗法制废了吗 没有 宗法制到现在完全废了吗 你们可能感觉不到 因为你们基本都是 one child policy 你们都是一盒政策 独生子女是吧 坊底开门录亲不认 再过若干代 从你们的语言文化这个词典里边 什么叫舅舅啊 什么叫姑妈呀 什么叫二姨姥姥啊 全没有了 你们想啊 你现在是一个 将来你们那口子也是一个 你们俩生出来那孩子一个 一个再找一个 他没有兄弟姐妹 对不对 你们现在可能叔叔大爷 舅舅姨父还有一堆呢 再往下呢 他上哪找去啊 再传若干代 这一孩政策之下 你们就发现 这种宗法制度的 仪许在你们身上 可能就很难显现 因为宗法的最核心的东西 叫敌长子继承 与子分封吧 你要就一个 那可不就敌长子吗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宗法制度 未来可能就慢慢就要受到 更进一步的瓦解 可是到今天 你到你爹妈这辈去 他如果有兄弟几个 他如果不幸生为老大的话 他可能就要有义务去照顾 那些弟弟妹妹 如果你的爹妈 或者你爷爷奶奶 是从农村到城里来的 他创业成功了 居住在北京了 他可能老家有一帮亲戚是吧 那他们可能到北京来投亲靠友 那时候你们家可能就是 你们老家住北京的联络站了 往往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有心生体会 我父亲是 我有三个叔叔 哥四个我爸是老大 平常回老家的时候 大概得有一百七八十人 陪他一块吃饭 我是长房长子 我回去级别比我爸低 大概得有六七十人陪我吃饭 陪我吃饭的我都不认识 但是特热情 特别的热情 一百个连桌牌 我坐在当店 我说我那会很年轻啊 当然这花白头发的人管我叫叔叔的 叫大爷的 叫什么都有 还有管我叫爷爷的 我这爷爷当的那是很爽 但是我就得管他们 我都不得管他们 因为我是长房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让我能体会到 宗法制度在分封制被废掉 数千年之后 他还有某种形式的依存 那反过来再看 刚才同学们说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还对吗 其实你也别 把你自己否得太厉害 他对还是对的 但是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 是表理的关系 分封制是表 宗法制是理 表被废了 理流传下来了 这个并不意味着 他们一定要同生共死的 宗法制严格的说 是一种遗产继承法 这个遗产包括财产 也包括爵位 包括这个贵族的身份 实际上宗法制是为分封制服务的 分封制 需要宗法制来作为它分封的依据 明白这意思吗 那么分封制被瓦解掉了 宗法制可以作为别的方面的依据来存在 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中国古代 有小农经济特色的遗产继承法 我们总要一倍一倍的往下传 对不对 这个传的过程总需要有一个继承与被继承的过程 而这个继承与被继承的过程 我们发现必须要有一个规则 否则就打起来了 就乱了套 好 分封制与宗法制 大概了解到这 还有一个叫景田制吧 景田制就得放到必修二去 去看看它那个经济属性了 是吧 那在这我们就点你一句 景田制与分封制是什么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讲 景田制是经济基础 分封制是上层建筑 这俩才是一损俱损一融俱融的呢 大家一起来回顾啊 春秋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 东周的前半段是吧 春秋我们后来给他评价 说他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 是因为什么东西开始瓦解了 景田制和孙僧制对吗 人家孙僧制瓦解了吗 不是还有诸侯国吗 从春秋时期的政治特征来看 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叫 王室衰微诸侯争霸 有这八个字吗 王室衰微诸侯争霸 分封制还能继续吗 分封制必须是王室分封诸侯 对不对 你看看春秋时期那五霸 哪一个真听周天子的 基本上没有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孙僧制在春秋已经瓦解 景田制在春秋已经瓦解 而这两个制度恰恰是西州 作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 隐胜时期的标志 这两颗柱子都出现瓦解的迹象 整个上层建策制度就出现了瓦解的迹象 让你往下推到战国会出什么事 还是瓦解吗 彻底的被取代了吧 分封制被什么取代 聚宪制上来就有 那秦始皇以后的事 你如果说商鞅 说齐孝公的时候的事 应该是县制对吧 废分封行县制 那会儿没有明显的郡县这个制度 废景田 开迁末 承认土地所有吧 大家对商鞅变法有没有一点点印象 虽然他是选修课的 可是在讲到这个秦国的变法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提订他吧 对吗 好 两个制度都被瓦解之后彻底废除了 被新的制度取代了 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什么时期 奴隶制 灭亡 封建制 建立的时期 可以吗 好 到这儿 我们所需要掌握的高二水平的东西 行了 那我们来看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这个专制主义又叫君主专制是吧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或者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这是几个概念 我这八道在往那一搁 几个概念 几个 两个 专制主义是一个 中央集权是一个 三个 三个概念 君主专制或者专制主义是一个 中央集权是一个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第三个 我们往往说的是第三个 作为八个字搁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吧 实际上你要知道它包含两条线 这两条线一个是在中央实行君主专制 一个是在地方实行中央集权 换言之 把这八个字搁在一起做一个解释 就是一个金字塔当中的地方服从中央 中央服从皇帝 能理解了吗 这是两件事 两个不同的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什么叫专制啊 也不管谁专制 是一个人专制 还是一小撮人专制 专制的对立面是什么 是民主 对吧 那么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是什么 地方要无条件服从中央 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 能想一想吗 中央集权制度下 中央对地方行使统帅权 地方必须服从中央 地方官由中央任免 那么它相反的就是 中央不能统帅地方 或者不绝对统帅地方 而地方官由地方自己选举 对吧 这叫趋于自治 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民族区域自治对吧 美利坚合众国有各州的自治对吗 好 我们把它叫做地方自治 你发现这是不是不是一个概念啊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两个是矛盾的 这两个是矛盾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中央集权与民主制度 给搁在一块 这俩可能能结合在一起吗 我们实行中央集权式的民主制度 你想想看 我们把这俩搁一块不行吧 有一边专制 一边民主 一边中央集权 一边地方自治 这点精神烈 一会儿左手一会儿右手 这俩人 这根本相对的 对吧 但是我可不可以把中央集权跟民主搁一块 可能吧 因为这俩不是相反的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把专制跟立方自治搁一块 我们别着急说 理论上从这看是可能的是吧 好 我们现在从他的概念解析上来跟大家说 专制与民主 今天在我们的课本里边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论 一个倾向性的结论 谁对谁不对 专制不对 民主对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从专制向民主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的单元的题目 就是反侵略求民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民主民主就是民主 对吧 一提专制就是不对的 那这哪谁对谁不对 你在哪个单元里看过 中央集权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 第三四日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有吗 没有 这点无所谓谁对谁不对 能理解这意思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1998年 中国境内发大水了 你们那会儿应该已经记事了是吧 98年多大了你们 四岁四岁四岁 差不多该记事了 不记事有点 有点有点低是吧 贵年发大水发得很厉害 北到黑龙江 南到海南岛 全国发大水 江泽民从这拿一大喇叭上 长江被堤坝上 啊 跟那儿嚷嚷 解放军战士排成人墙 撲出去堵绝口 那当时这是很厉害的事情 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北京边上有一条大河叫永定河 咱们应该知道吧 咱们地方是应该知道 永定河也涨水了 而且水位也又到了危险的境界 当时永定河是从北京的南边流过河北省 对不对 河北省的省委书记叫陈维高 他下令炸毁永定河的南岸堤坝 让水泄到河北去 往北京 北京人民就特别感动 河北人民为了北京人民受灾了 我们出钱 我们出人 我们出技术 我们出这个出那个 我们去慰问灾民吧 我当时就在北京 我当时的一个反应是陈维高这个王八蛋 现在后来那后话了 对不对 那王管他后来怎么 就这件事 他作为河北省的最高的 这个政府的负责人吧 他省委书记跟省长应该是一举的 对不对 那么他居然能够下令炸毁 滴岸淹河北保北京 你就会发现 他这官是给河北人民当的吗 如果是的话 河北人民会怎么样 肯定召开河北省的人民代表大会 罢免他 或者河北省的党代会 干掉他 对不对 他的官是给谁当的 给北京当的 给中南海当的 中央一看 这个小同志还是很好的吗 一颗红星有像党中央吗 你就发现这官当的思路不一样吧 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 我不做判别 我能让你看出来 他这官给谁当的 1995年 中国当然也有人去 结果在这个庆祝大会上啊 大家都很高兴是吧 纽约市的市长 当时这个人叫朱德安尼 朱德安尼就邀请所有与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纽约市做客 他现在有一个常识应该知道联合国是纽约里边的一个国中之国是吧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世界外交的一个集散地 但出了联合国这圈就是纽约市对吧 请他们到纽约市来 结果在请的过程当中 出了一档的事儿 请到纽约的大剧院看戏啊 看着半截朱德安尼的首相上的汇报 说巴勒斯坦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阿拉法特先生来看戏了 他就在剧院的后面 朱德安尼立刻告诉保安 说去告诉他 你是恐怖主义分子 你给我出去 这保安一说这合适吗 去就这么去 保安过去了 你是恐怖主义分子 出去 阿拉法特面带微笑 没理他 光听不懂 其实阿拉法特英语很好 你心里知道这是找茬吗 第二波警卫过来 你要不出去 我们就让你出去 说他就把你逼了出去 最后阿拉法特消失了 自己走了 没让他们逼了 美国总统克林比震怒我 这是联合国的客人 那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他们诺贝尔和平奖还是我握拳的 这是什么事 你小小的纽约市市长 居然敢把联合国的客人 把我美利坚何众国总统的客人给混出去 你要干什么 白宫发表声明 严密谴责纽约市政府和纽约市长 周德拉尼回答 我的立盘 我做主 爱你总人 你管不着 这是纽约 不是你克林坤 在脑袋里等滚出去 克林坤回去 没办法 总统拿纽约市市长 没办法 因为纽约市的市长是纽约人民选的 纽约市的人民选的 连纽约州的人都管不了 在美国总统不是州长的上级 州长不是市长的上级 市长不是镇长的上级 镇长不是家长的上级 明白这个意思吗 虽然他的级别肯定比朱利亚尼高 但是他管不了朱利亚尼 朱利亚尼想干什么都行 后来人们发现 朱利亚尼这小子是有政治野心的 因为1996年 他就要竞选纽约市市长连任 这个连任意味着 他要从纽约市西兰选票 对不对 而纽约市里有大量犹太人的这种社团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死敌是吧 我用这种方法告诉我的犹太 人有多钱有多的这些选民们 我跟你们是一波的 阿拉伯人去他地 阿拉伯人都是恐怖主义分子 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也是恐怖主义分子 第二呢 果然高调当权 我说这两件事都不怎么样吧 这两件事做的都很恶心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 对中国和美国而言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两件事反映了中美之间的 这一部分的不同 中国是个什么国家 实际上是一个中央极权国家 对不对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地方自治国家 把这个弄清楚 我们对这个制度可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好 大概了解到这儿 我们看它的发展 那么日后你在研究这个制度 从战国兴起一直到我们说清朝吧 说古代史丸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应该注意两条线啊 一条线是哪些措施作用于地方 是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这东西一定叫什么 叫中央极权对吧 哪些措施在中央 把所有权力收归皇帝 他一定叫什么 叫君主专制 对吗 分得清楚吗 那我问你 地方上主要打击的 是地方官对吧 是杰鲁使啊 是将军们的 对吧 中央主要打击的是谁 余并是丞相对吧 好 在这儿我们就需要引入这个词 丞相 秦叫丞相 汉叫丞相 寻堂 三省的长官都叫 都是这个级别 对吧 门下省叫门下市中 中书省叫中书令 上书省叫上书令和上书左右溥业 宋朝将同中书门下平章市 元朝叫中书令 明清没有宰相这个职务 差不多类似的 有什么大学士首府军机大臣 对吧 好 大概串下来 你发现这些不同的官职 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宰相 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通称 叫宰相是吧 可是没有一个朝代叫这个名的 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名 但是我们一般说这都叫宰相 有好多俗友什么宰相 宰相刘罗关那肯定是错的 因为刘罗关是清朝人的 清朝没有宰相对吧 宰相肚里能称传 对不对 大人不拔小人怪 宰相肚子里种白菜 什么这就全是吧 什么宰相要大肚能容啊 你看那词有没有学问 我们把这号天子脚下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 通称为宰相是吧 那这个词你怎么去解 什么叫宰相 它能告诉你什么感觉 你得深得看什么叫宰 什么叫相 宰相宰相 绝不是宰大象的是吧 这宰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这个词 主宰对不对 主宰是什么意思 主宰就是控制 就是有实权对吧 对不对 能够主宰你的命运 那我就是你的上帝啊 主宰是不是这意思 那什么叫相 这就需要你考虑考虑 什么叫相 有一个词叫 吉人自有天相 有这个词吧 什么意思 是相貌的意思吗 好人的脸都蓝哇哇的 都二级天 跟斗盾似的 我不相败 吉人自有天神吗 帮助 相者 相助也 你看这学问出来了没有 宰相宰相 既主宰又帮衬 主宰谁 帮衬谁 主宰百官 帮助皇帝 对吗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对吗 好 这就需要一个问题 一个巧妙的学问 就是你当宰相的时候 你是宰多还是相多 你如果相多 那么你就体现出是皇帝的助手 对不对 皇帝说了算 你说了不算 那么你将不能够有效的约束皇权 那就是君主专制越来越厉害了吧 如果你宰多了呢 那皇上也得宰你了 那个宰是动词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官太难当了 你得把握好一个平衡度 而这个官从他有的那天开始 一直到他最后被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了 你会发现在这一两千年左右的这种历程当中 充满着君权与项权的斗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演变过程当中 君主专制这个层面的主要矛盾 我们找到了主要矛盾就好办了 对吧 具体的事实力比如说像宋太祖 咱们举个例子 宋太祖赵匡议是不是有一堆丝物兆啊 他在中央咱们举个例子 他在中央干嘛来着 分割相权 这是必修意的东西吧 比如说他把丞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式对吧 但是这是一个荣誉仙有没有实权 没有 实权掌握在副宰相手里对吧 副宰相叫什么呢 叫参之正式 比如说范仲淹 比如说王安石 这都是当的参之正式 而不是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实际上用副宰相来分了宰相的行政权 他设了三思史管中央财政对吧 这样就分了宰相的财政权 他设了说密史来管中央的军事 这样就分了宰相的军事权 还记得赵匡议干这些活的指导思想 是不是赵普教给他那句话 他问赵普为什么这么乱会啊 为什么地方老打中央啊 为什么老军阀割据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啊 赵普回答 如他是方阵太强而军上太弱也 想治这个也没什么好 无他其巧啊 为捎夺其权 治其前谷 收其精兵 做题看过这个没有 你们讲课也应该用这 对不对 首先是烧夺其政权 治其前谷收回财政权 收其精兵夺取军权吧 我刚才说那仨是不是 中央是不是皇帝再向宰相夺权呢 对吗 好 把这个弄清楚 你就发现这个制度很容易理解 细节的东西我在这不一一的去说了 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概念 回去以后落实到你的课本上 我们这个书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把根治主义跟中央集权写在一块 里头挺乱 你要想把它分清楚 就要仔仔细细的来给它分开 基本上有一个判断标准 只要这个政策是针对地方的 它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只要这个政策是针对中央的 它就是加强均主专制 明白吗 好 把这个弄清楚 我们这个制度基本上就说到这 制度的演变 跟着思想演变是不是一起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思想在什么时候实现了大一统 看武帝 大处百家 独尊 独子的儒书 对吧 这等重处修改过的儒书 把这个要想清楚 我们在必修三这儿 就应该特别小心 这个思想的这个发展 我们一起来看看 把它翻到后面去 在第七页上 百家争名 我们现在先不多说了 从百家争名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霸处百家 对吗 那你如何理解秦皇汉武的一致性啊 这俩人干的是一回事吧 秦皇叫焚书坑儒 他用什么方法实现思想大一统 烧书杀人的方法吧 说白了就是 秦始皇挥武帝的大坝 并服者抽之 对不对 汉武帝挥武的什么 活的 服者四只 给你吃的 来 汉武帝那儿 斗你 秦始皇那儿 奉你 俩人是不是一个目的 让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紧密团结在 以国家法定思想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指导纲要周围吧 中国人是不是思维水平就越来越简单了 那你环顾整个的中国 你看看中国的这个历史 你发现像春秋战国时期这样 百家争铃的时候 还有没有 没有了吧 他是空前的 而且迄今为止是绝后的 对不对 客观效果是什么 今天当我们自豪的说 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的时候 我们脱口而出的是谁 是孔子 是老子 是孟子 是先秦诸子 对不对 先秦诸子之后 还有吗 咱什么时候对外不建孔子学院了 改建董仲书学院 什么时候咱建成诸学院来着 有吗 没有 你会知道 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期 或者可以说甚至是唯一的一个黄金期 就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离我们现在远不远啊 两千多年了吧 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了吧 按孔子算两千五百年了 是吧 两千五百年来 如果我们数以亿计的国民 尤其只有一次这个级别的思想解放 这是一个大国的悲哀吧 反过来来看 当我们的思想在明清时期 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极端君主专制 而实行思想的严酷统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中国人是不是已经被训练成为 愚民和落智了 举个例子来说 明朝 清朝 都有的一个东西 叫八股文 对吧 八股文 有些人现在还在用 当然不叫八股文 也不写作八股 但是有的时候高考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教你一些 慢用的 考场作文模式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老师会这样善良的告诉你 一个高考的乐卷老师 语文乐卷老师 可能平均看一篇作文的时间 不到一分钟 你不要想象 在这里展现你的文学才能 他看不出来 你需要 能够把 老师给你布置的题目 用最标准的高考模式写出来 不要说任何不安全的话 不要卖弄你的文才 卖弄的结果 闷着了 你就满分 闷不着 你就零分 所以最好高考中 不要那么玩 可是他会不会束缚你的思想 对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 甚至从过去就已经开始了 就受考试作文的影响 写那些官样文章 那你已经被异化了很久了 八股文 骇人不浅的 比他更厉害的就是文字玉吧 文字玉 坦白的说 办文字玉案的这些皇帝啊 官员啊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叫说你是 你就是 不是也是 说你不是 你就不是 是也不是 换言之 你写的文章 什么意思 不由你做主 而由我做主 看我需要你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你死 你就是大不敬 我需要你活 你就什么事都没有 咱们讲清朝 讲明清的这个文字玉 同学们知道几个著名的案例吗 我取一个给你听听 比如说 有一个案例叫 唯民所指案 叫唯民所指案 什么意思呢 当年 清朝高考啊 有一个江苏江西 这个地区的主考官 叫扎斯廷 扎斯廷作为地区主考 他要出题 对不对 哎 我问你啊 八股取士 用什么当出题的 出题的这个范围啊 四十五经吧 唯民所指 是诗经里的一句 出题范围 超纲了吗 诗经 是不是四十五经兵的一个 没抽纲对不对 处理题挺好吧 哎 唯民所指 做题吧 皇上急了 因为皇上是庸正 你神马一丝 唯民所指 你所没关系 唯者二字 乃英正无头 扎斯廷全家处死 扎斯廷他没地儿喊冤 你得知道吗 冤死他了 我出的是诗经 诗经是孔子编定的 孔子编定的是 是西中以来的这个诗歌 人家写的诗歌的时候 还没有你雍正的 孔子难道也要雍正无头吗 咱们别忘了 刚才我说的什么原则来着 说你是你就是 不是也是 我认为你说雍正无头 孔子那伙说没事 但为什么你现在要用 良心大大地坏了 把扎斯廷全家处斩 扎斯廷幸亏这个罪 还不够特别大 所以他的 零朱特九族 你知道吗 就把他这一只 也杀光了 他有一个弟弟 叫扎盛行 这哥俩都是当时 著名的大文人 扎斯廷他们家 全部消灭光 死过光了 扎盛行这只留下来了 到今天还有一个 很有名气的后裔 叫扎良雍 简称叫金雍啊 金雍就是老扎家人 你看看金雍写清朝的书 破口大骂的 骂得都没标呢 大家看过金雍的书吗 不看金雍的书 你人生不完整 你分散不合 他还太重要了 那金雍的第一部小说 叫书建恩仇录 书建恩仇录的 基本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英正 生不出儿子来 你看中国要骂你 生不出儿子 就断子结军是吧 最恶毒了 生不出儿子来 去偷我们汉人 陈阁老的儿子 这陈阁老有俩孩子 一个自己留下来了 一个被英正偷走了 偷走以后 还把他教育成一个 特别坏的满洲人 后来当了皇帝 就是乾隆 实际上 红花会的会手 陈家洛和乾隆皇帝 是亲兄弟 本是异母同胞 都是汉人 结果在你们满人的宫廷里边 我们的好孩子 让你教坏了 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破口大骂了 你再看陆顶记 这最后一部小说 陆顶记里边 清朝还有好人吗 云飞就是贪官 暴君 所以 你说这康熙还算是好人 但是给人的感觉 深不可测 他一直在利用伟小宝 他早就知道伟小宝 是听理会的 你感觉这人 根本不是你的真朋友 而且 运用 汉人 骂街的一个 特长用的手段 就是我骂不了你 我骂你妈 你看看陆顶记里边 师父给康熙弄一假太后 你们可能都没看过 这就太重要了 这康熙弄一假太后 叫毛冬珠 神龙岛来的 跟那胖头头 还有一腿私人关系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你原来我骂你妈 金庸的小说非常好看 但是金庸的历史观 没方瞧 你知道吗 他为了骂乾隆 居然说 大小合作的叛乱是好的 这个历史观就整个全错了 可是你要想想 他这老根 要想想 这冤屈在这呢 这是不是也是乾隆他爸爸 造下来的孽呀 对不对 你把这个要想清楚 文字欲已经荒谬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一个国家奉行这样的 可以说无中生有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司法 刑法制度 你还敢说话 各位 如果中国也这样 我就劝你们趁早别学文了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东话 他总不能说 你说这俩市观 是颠覆国家政权 是吧 你说那有白色沉淀 是咒领导人早死 他这还比较困难 是吧 但是学历史的死光光了 学语文的死多一半 这玩意谁也受不了 希望同学们能够想清楚 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 有人问那这清朝的事跟今天有什么关系 文字欲离现在最近的文字欲 我不想说太近 文革 文革有的是文字欲 文革有的是文字欲 有什么文字欲 你比如说海外霸官的典型是文字欲 但那属于高档的 就属于发现了你背后的险恶用心的文字欲 就给一个字 比如说 人格期间有一老太太不认字 他胡穿胡用报纸 胡的 拿一板报纸给胡上 那上面有林副主席啊 林彪同志的照片 他头朝下给胡上了 现行反革命 看到没有老太太给打死 谁指派你的 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你想证我们伟大的林副统帅早死吗 我年老不知道 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领袖 毛主席万寿无疆 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吗 老太太说我不认字啊 我也没注意啊 我注意我哪知道他是谁啊 我不就给胡上了吗 913以后林彪摔死 这老太太成了宝了 然而你有敏锐的政治嗅觉 你早就知道林兔子不是个好人 我们现在给您平反 我都落不出来你知道吗 我落不出来也哭不出来 中国这是怎么了 这是 如果有这样的国家 赶紧跑 受不了这个 受不了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制度从头到尾 说过以后 你对他有没有一个必修一和必修三的这种联系的感觉 其他东西自己去看 好 回到必修一这来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来看第二个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俩事吧 反侵略体现的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 什么主线 你们学了这么半天 1840年以后的近代史的 两条主线是什么 反帝反封建对吧 说的挺好 请问1840年谁揍咱来着 英国 亚冰战争是吧 我们反对英国侵略我们 叫不叫反帝 叫反帝吗 叫反帝的话 英国必须是帝国主义是吧 联系必修二 什么时候帝国主义这些东西才产生的 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对不对 1840年是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吗 不是啊 坏了 出事了 我们不能把它叫反帝 我们只能叫反侵略对不对 好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知道 在近代史里面 我们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主线 第一叫反侵略 这就包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了 不要给他加那个限定词 反侵略 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啊 达到什么目标 反侵略是要追求什么 民族独立对吧 反侵略追求民族独立 另外一个我们叫反侵略对吧 反侵略要做什么呢 反侵略要干嘛呀 只是自由民主吗 那侵略是对于是专制是吗 我们反侵略反侵略 心里知道什么叫侵略是吧 什么叫侵略 分建 对你们来讲 首先是一个什么概念 分建专制 这是什么概念 政治概念吧 政治和思想概念对吧 分建还有什么 土地所有制 土地所有是吧 土地所有的资本主义土地也是所有的 农民社会土地也是所有的 必须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 对吗 听说啊 我们还没多说呢 小农经济又叫什么经济啊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呀 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反封建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基础 反对封建的上层建筑 对吗 好 反过来看 反封建 我们要追求的是国家近代化 反侵略 追求民族独立 反封建 实现国家近代化 那么刚才我们说 反封建的两个东西 国家就实现近代化了吧 那你反过来再看 国家近代化包括两个什么呢 反完了以后 它应该包括A和B 对吗 A 反封建专制制度 A是什么 反封建专制 在这呢 专制的对立词是什么呀 民主对不对 反封建专制 实现国家近代化的A 它叫政治民主化 对不对 政治民主化 对不对 好 反小农经济 反自然经济 反封建经济 它叫近代化中的2B 经济什么 经济什么化 政治叫民主化了 经济叫 大胆的说出来 叫资本主义化 也不全写了 对吗 不对 你社会主义啊 你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 你记住我现在说的是 在反封建的立场上 它的下一步 封建的下一步 按马克思说是什么呀 是资本主义 对吧 所以在中国近代 只要是鼓吹资本主义发展的 它都是进步的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 更往后的东西 对不对 那单说 只要记住这一点 国家近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化 加经济资本主义化 好 这个结果能出来了吗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来看这个题目 反侵略求民主 是不是他提到了这个呀 他也提到了这个是吧 他没提经济对吗 题目中没有提 我们不能不提 我们需要你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好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反侵略这条线上来 就有侵略和反侵略吧 那我们得知道 有一系列的侵略战争 或者侵略行径 对吧 大家捋一捋 不用看我这片子 就在脑子里边想 有哪些近代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侵略 最早的 鸦片战争 然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 然后 中日甲午战争 然后 八国人军侵华战争 再往后 日本怎么侵华 八国人军侵华之后 日本 马上就37年 如个条事变了吗 有点远吧 有没有一个东西叫21条啊 1915年 第一次试图灭亡中国 对不对 好 再往后呢 1931年 有918事变 对不对 此后有一系列的扩大侵华 到37年 全面侵华战争 到45年 结束 对吗 老教材的观点 45年到49年 还有一个美国 独霸中国的时候 对吗 这些都可以交对中国的侵略 我们反抗这些侵略 历朝历代 都有可歌可泣的事情 对吗 好 反抗有几种 第一种 战争对吧 敌人打了我们 我们跟他对打 战争 这主要是由 清朝来完成的吧 但里面越打越怂是吧 越打越泄气 还有谁能打 谁有 民间的力量打吗 一和团太晚了 别着急 一个一个说 强调一个时间的顺序 他们中国有没有反外的意思 有啊 他们中国也有这个意思 对吧 然后 有一和团对吧 然后还有 全民族的抗战 对不对 这是光打 政治运动呢 有没有反外的 政治运动上 比如学生的罢课 商人的罢试 工人的罢工 有没有明确反外的 特著名的一事 叫五四运动 对不对 是吧 后果还有好多类似的事情 你要是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 你会发现 中华民族自1840年到1949年间 不间断的遭受到各种西方势力 殖民侵略势力的这种欺辱和践踏 中国的这个政府是越来越怂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越来越觉醒 对吧 我们知道最终在三七年到四五年的抗日战争当中 我们取得了百年以来的完全的胜利吧 是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对不对 好 把这弄清楚就行了 是不是反抗外国侵略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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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么说吗 为什么不能啊 你侵略我反抗你侵略我还不好 你们难道不爱国吗 你们敢说我爱国不对吗 你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义和团 义和团是不是反递爱国斗争 他反对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反对啊 他真弄起来了吧 农民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或者实现民族独立 对不对 怎么错了 我们义和团哪错了 你凭什么说我们爱国不对 义和团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 他同时伤害了什么 国家近代化 你相信义和团会民主选举吗 你相信义和团会发展资本主义吗 不会吧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这个运动既符合任务一又符合任务二 我无疑是伟大光荣而且正确 对不对 但我如果仅符合任务一而不符合任务二 是不是就值得讨论了 我要两个都不符合 那就是汉奸卖贼了是吧 对不对 好 把这个弄清楚 我们需要同学们做出一些判断 我们也看到清军的这些抵抗 最后基本都是战败了是吧 中国政府可能除了最后一次抗人战争 从三段打赢了 其他基本全是败 败了就得签条约是吧 从条约的角度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世界资本主义撒展的脉络 1840年咱们挨打了 1842年签的南京条约对吧 南京条约及附届 然后1844年要跟美国法国签了 旺夏条约和黄埔条约 我们把这叫第一组不平等条约吧 这些条约你不用给我细背看的内容啊 你回想一下他主要说什么事 他主要要什么权利 开启通常讨案 协定关税 对吧 要这些这属于什么权利 叫什么特权 经济特权 英法美这些国家 一再通商对吧 第二次亚军战争 英法一块打 美俄跟里边搅和 最后中国跟四个国家签条约是吧 签了一堆条约 对英法美是不扩大通商口岸 增加侵略权益吧 对俄国呢 俄国主要要什么 要土地对吧 你会发现俄国这个国家有疯狂的 我们叫他 试土性 对不对 他对土地的热爱 远超老鼠的大米的热爱 他就把每一块征服的土地都直接并入本土对吧 他就不设殖民意 他直接并入本土 所以后来这俄国他傻大傻大 今天俄国都苏联 前苏联都解体这么些年了 上约俄罗斯还1700万平方公里 等于俩中国 好家伙 这么大个一国家 跟他的仕途性相关吧 我问你 为什么英法美不是土 你发现英国在中国 直接割蛋的土地是得大 英国在中国也要了点土地是吧 香港岛 九龙西 加一块 几十平方公里 德国在近代 拿了中国多少土地 清朝那会就拿了151万以上 后来斯大林同志又从 在46年又把外蒙古给弄出去了 这外蒙古一出就少了150万 近代110年间 中国直接或间接损失在沙俄 及后来苏俄苏联手里的土地 超过300万平方公里 300万 一个印度出来了 印度是不是土地上算一个大国了 现在世界上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有多少 没几个呀 300万差不多肯定进世界前十了 应该可能进前五 前五勾向 我们前十是很明镜了 第一是俄罗斯1700 第二加拿大990 中国960 美国920 这是四个大国吧 再下巴西 澳大利亚 这都是七八百万平方公里的 300万可能紧跟着就在后边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领土沦丧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比较 为什么英法美不喜欢要土地 而俄国还有日本是吧 日本也特喜欢要土地 是不是 为什么这俩倒霉村那么喜欢要土地 然后大家能想想吗 英法美跟俄日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吧 他们有什么区别 英法美的发达程度要远超俄日吧 对吗 好 一个经济强国 一个经济上相对弱的国家 一起来到这间教室里进行经济侵略 谁占便宜 英法美占便宜 元日卖不出去东西吧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两拨人都跑到你们这来殖民的话 俄日肯定是要吃亏的 他竞争不够 对不对 他怎么来弥补这个竞争不够呢 我把这教室的这半边搁占了 这半边变成俄国和日本了 英法美是不是不能轻易进俄日啊 他可以侵略经济侵略中国 但是他不能经济侵略俄日 对不对 那这篇文章是不是等于就是俄日的专享权了 你记住 凡是热衷于占土地的 都是比较落后的 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有人说英国占的土地更多 英国占的都是殖民地 他没有直接变成本土 明白这意思吗 俄日这种国家都是要把这些地方变成本土的 所以我给他询问叫仕途性 那你再想一想什么阶级最仕途啊 封建地主阶级是吧 老地主尊师傅吧 中国是不是封建设备时间挺长的呀 中国人仕途吗 中国人喜欢土地吗 别轻易说不喜欢啊 中国人是不是也挺喜欢土地的呀 对不对 中国也是一个很仕途的国家 因为我们有封建的传统 那在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英法美这种发展速度很快的资本主义 实际上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先锋 对不对 他们可以不试图 可以通过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来弥补土地上的不足 而其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 它就有明确的封建性和军事扩张性 能理解这意思吗 好 我们回到英法美这儿来 这俩谁是主流 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 你这英法美是更像资本主义 还是俄制更像资本主义 还是英法美对不对 在英法美这种资本主义的主流发展 1840到1860年间 完全是以通商口案为主吗 后来不 我举个例子 1885年中国跟法国签了个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当中明确规定 如果中国要在西南地区修铁路 须先向法国政府咨询 明白什么意思吗 法国人获得了一个什么权利 我这句话大家能听懂吧 中国如果在西南地区修铁路 须先向法国政府咨询 那你来总结提炼这句话 法国获得了在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优先权 明白吗 这个东西在英语中叫做paraphrase paraphrase就是四数 你把我给你的材料提炼四数出原意的这样一句话 明白吗 法国获得了铸路优先权 请问铸路是怎样一种经济侵略形式 我们知道开通商口岸为了干什么 开了一创通商口岸我想干嘛 卖东西对吧 卖东西这词大词话 我们叫用历史学术语来打 叫商品输出 对不对 我想商品输出吧 修铁路是不是商品输出 它叫资本输出吧 好 请大家记住 在1840到1860年间 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条约都以服务于商品输出为主 对吗 而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后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后 渐渐出现了条约内容要服务于什么输出了 资本输出了对吧 给我一个例子 什么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就可以大规模的合法的向中国输出资本 哪个条约 马关 马关里哪一条 列强可以在通商口岸开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免收内地税吧 开工厂是不是一个资本输出 太明显了吧 好 把这个要弄清楚 同学们就应该能够发现 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在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过渡吧 我靠你啊 这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入到从什么阶段向什么阶段过渡了 那就是这个时间吧 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这会儿吧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从什么发展到什么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七十年代恰恰是什么重大事件刚才同学们刚刚说过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吧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叫资本主义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叫帝国主义 对吗 全能联系上了吧 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 发展到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 它的对外经济侵略的方式变成什么 从以商品输出为主